一開始 好啦 那 OK啦 時間看起來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機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按一下嗎 還是按著 太酷戏了吧 太酷戏了吧 金木弥漫 太帥了吧 所以剛剛那樣子直接噴的感覺跟這種煙罐噴的感覺就很像 讓它停留在空中薄薄的一層讓它看起來朦朧的感覺 但是如果我們家有其他的配件我們來試試看 但是牛排又熱了我要放回冰箱是嗎 放過一邊就好了 WTF 粉館 粉館之類 粉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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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集中了 因為我們有這個管子的 輔助讓它... 就是煙霧比較集中 好像可以停留在什麼東西上面一點點 那你怎麼了? Double click to use 所以要按兩下欸 難怪都出不來要按兩下 喔~~ Double click to use 哇賽 就比較集中啦 你看你可以讓它停留在某一個物體上面久一點 看起來有點像... 微微的有點像乾冰的感覺吧 看起來超帥的 我整個桌子在冒煙 所以我猜這個... 所以這個90度跟這個值的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是來輔助你... 放到物體上面的方式而已 對 沒錯 就是值的90度 用起來是一樣的效果 那我們來加上這個神奇的 好像高壓噴射的管子 看看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它看起來就像冒煙一樣 好吧這個看起來比較像冒煙 哇賽 我現在整個房間都是煙 這樣看起來像... OK 所以加上這個高壓管子 看起來就像冒煙 看起來像... 冒煙的狀態就是... 霧比較薄啦 它直接出來就已經比較薄了 因為它是一個... 很像... 集中的東西 我們再玩最後一個這個神奇的像麥克風的東西 我們最後再玩一下這個像麥克風的東西 這看起來很神奇 哇賽... 這個又更... 更濃了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像乾冰的樣子吧 你看它已經停留在我桌子上了 超帥耶 超帥耶 太好玩了吧 怎麼那麼好玩 最後還有一個軟管的部分 然後不確定軟管到底有什麼差別 最後還有一個軟管的部分 然後我們來試試看到底長怎麼樣 好吧... 那就是跟剛剛那個管子一樣 反正就是有軟管 然後有硬管 硬管有直的跟90度的 讓你選擇 那就是看你喜歡哪一種 噴出來的效果一樣 就... 理論上有三種效果 就是一個是直接噴出來 它很散 就... 很適合就是... 填充整個空間 那就有點像取代煙罐的概念 那... 如果裝管子的部分呢 就是讓它更集中 讓它有點控制你的方向 那軟管你比較好 去控制你的方向 不用整排這樣揮來揮去 比較... 方便啦 那第三種呢 就是加上這個 因為叫麥克風 有點像集中的 做起來有點像乾冰 就主要這三種效果 那就是... 有三種效果啊 比起煙罐 這只有一種效果 然後就是放在空氣中 嗯... 這還蠻好玩的 真的是蠻好玩的 不 Juria 所以理論上這樣子 所以理論上這樣子噴完之後 你就要去散它 然後讓它停留在空氣中 就會呈現一種朦朧的幻覺 那你的光啊 有光的地方就會看起來很夢幻 那或者是有光源的地方 像是這樣子應該就會這樣散開來的感覺 效果就會不太一樣 這就是煙霧機啦 那我覺得還蠻特別 那唯一的缺點我覺得 目前我覺得 我覺得缺點啦 就是不能換電池 那它也不能邊插電邊使用 所以你一定要充完電拔起來才能用 那如果沒電了 你就沒有辦法插著繼續用 你一定要去充電 然後再回來用 稍微有點麻煩的地方 但是 就看 你怎麼使用它啦 對啦 反正這就是我們今天神奇的 Let's go smoke ass 煙霧機開箱分享影片 大家喜歡這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是開箱影片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還有一些攝影器材啦 Yeah My name is Kanye Won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